《黑客帝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看电影》 《黑客帝国》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四集了 最后一集 第五集 就是它结尾的部分 《黑客帝国》结尾的部分 是它升华的过程 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 命运是不可抗争的 其实那是巫师对尼奥的劝告 对尼奥的说法 而这过程中 却在影片中有两个部分突出了 一个就是莫菲斯的精神 那在影片里面有一个细节 电脑人抓住了莫菲斯 然后从精神的层面去折磨他 让他放弃 当他放弃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会讲出西安这个地方的code 那个密码 密码被讲出 西安就会被摧毁 但是令人吃惊的就是 尼奥的精神 尼奥的精神 他的精神力量 战胜了肉体的痛苦 使得他一直能够忍耐下去 他没有说出来 这里面他揭示了一个 我个人认为他揭示了一个很深的内容 电脑人是人创造的电脑 他创造的一切被局限在人的层面 人的层面 无论他多么有能力 而人的脑袋 人脑 人的精神 确实有生命连带 如果莫菲斯拥有使命 他可以寻找到 他可以发现 谁是拯救者的话 那莫菲斯自己是有来头的 他的生命的 他的灵魂的深处是有着他的根的 他的这一份坚信 这一份坚信 坚信什么 坚信他找到了拯救者 坚信拯救者不会死 这一份坚信 是来自于他的灵魂的深处超越于人的层面 当他超越于人的层面的时候 电脑人就无从而知 他为什么不放弃 这是电脑人找不着答案 因为电脑人没有跟他是一种机器 他打不死 他死不了 而这是一个在看点当中很大的看点 而尼奥本身 当他面对电脑人 尼奥的生命的本来 生命的本来 他有极其善良的一面 非常善良的一面 他不放弃的一面 在影片中有所展现 所有人都在劝告他 当你遇到电脑人的时候 你就拼命的跑 我们没有办法 其实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这些人局限在他的被灌输的大脑的所有的程序 这些人被灌输的是程序 那电脑人就是程序的本身的电脑 那被灌输了程序的大脑是战胜不了电脑人的 但是人的精神可以 真正的人的精神可以 所以这就是在描绘着尼奥自身的能力 尼奥在这一段过程中 在这一段过程中 两次尼奥与电脑人相遇 他逐渐逐渐展现出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在哪 不是大脑的能力 是他人的精神的能力 人的精神的能力逐渐超越于 他被灌输的电脑本身 软件本身 他能驾驭他自己的身体 驾驭被复制的头脑 这是人升华的概念 那是人的境界通过修炼提升的概念 而他一定是在磨难中 让我们看一段 那作为尼奥两次遭遇 这个电脑人时 他的表现 那我相信这一段看到 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看这一段 大篇幅的打斗 打斗的过程 那整个这个大篇幅打斗的过程 其实他一直到到了房顶之后 那尼奥跟这个电脑人相遇 对吧 尼奥跟电脑人相遇 这个时候他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夺子弹 那夺子弹作为电脑程序本身来讲 电脑人他可以躲开子弹 甚至子弹可以伤不着他 其实是伤不着他 但是呢 作为一个被复制的人化的人 那子弹是能伤到他的 因为他的大脑是在那个船上 而他这边 他是一个复制出来的身体 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当出现 夺子弹的故事的时候 那这里面 我们看到把女主角吓坏 因为按照通常来讲 按照他们所有这些被复制的人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速度快到 可以夺子弹 但是尼奥是可以夺子弹 这里面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的意思 就是尼奥自身 他的能力 就是他的成果 他的境界 已经超越了 已经超越了被复制的大脑 被灌输的大脑本身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实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已经 他的精神 他的使命的精神 他的灵魂的精神 可以控制了他的大脑本身 那这个时候 他的使命感就越来越强 他的生命的原处 来源处 灵魂的原处的力量 逐渐发挥力量 一个无形 相对无形的力量 一个世界的东西 它一定超越于有形的物质 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很多次 对吧 我就曾经描述过 我说那你人空气对人的那种危害程度 那种要命程度 远远超越于实物 这就证明了无形的东西 对人的重要性 要远远超过有形的 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 其实就是尼奥的 在当他决定 去来救莫菲斯的时候 当他决定去救莫菲斯的时候 他是什么 在突破命运 因为巫师已经跟他说 你们俩死一个 可怜的莫菲斯没办法 因为莫菲斯不是拯救者 尼奥是拯救者 这个时候的尼奥 他的来处 他的生命的来处 他的精神层面 占据了主导 是一个拯救者 就可以突破命运 突破巫师所看到的命运 才是拯救者 打破平衡 打破规矩 回归他本来的 拥有这个含义类 那当作为尼奥 他拥有这一份境界 他回来的时候 再回到现实中的时候 回到这个氛围的时候 他就具有能力 躲开子弹了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他已经超越了 这地球上被电脑人 被母体控制的 整个这个层面的 生命的形式 他超越了 他就能够躲子弹了 那这是电脑人没想到的 实际是在这儿 那影片到了最后 影片到最后 另外一段 就是尼奥被打死的那段 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尼奥被打死之前那段 他与电脑人在地铁里相遇 那这前提呢 他一开始先夺子弹了 但他也说了 没那么快 对不对 那当在地铁里 见到电脑人的时候 他改变了概念 他直接去迎击了 他与电脑人 直接出现了 一种对抗的概念 出现对抗的概念 同样是突破命运的概念 大家要明白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内在的生命的道理 拯救者 他可以打破这个现实空间的平衡 他的能力的超越 而这个超越是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描述过 善的力量 如果你从西游记当中 这个降魔片里面 就是我们曾经看到过的 在影片的最后 当孙悟空这天魔 叫嚣着佛 你在哪儿的时候 从天际之外 伸进了一只手 对吧 而对孙悟空来讲 他却看不到那只手 有着异曲同工的意思 我说的意思就是 尼奥这个时候 他的坚信 不是来自于大脑本身 所灌输的软件 而是他的生命的使命 他的生命的来处 在越来越清楚地发挥他的作用 他才会出现跟电脑人 直接打斗的场面 那用莫菲斯的话 他更加相信自己了 相信自己什么 你要相信自己是有来头的 相信自己真的是拯救者 相信自己是不死的 这里面 他其实就在揭示着生命的含义 他什么不死 当他是拯救者的时候 他会突破现实中的一切 这现实中是跟电脑人之间有着冲突的 这是我们看到影片的最后了 剩下这些人 那莫菲斯也好 女主角也好 坦克也好 包括尼奥也好 那他们四个人 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就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 就是一种善的力量 一种对生命珍惜的概念 这种生命的珍惜和善的力量 是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 莫菲斯也好 女主角是拥有他自己的爱了 那还有这个坦克也好 他们不希望尼奥 把尼奥扔在那边 他们不希望尼奥去死 所以他们会尽最大的能力 尽最大的可能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也要等尼奥回来 那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那个 电脑人所创造的乌贼 那他会摧毁整个这个传体的 但是作为莫菲斯 就一直在等着尼奥能够回来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东西 如果尼奥是拯救者 他回来 那作为这些乌贼来讲 自然也都会销毁的 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死的 因为这一切的事情 有着超越我 他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的 这种局限性 影片到这儿 就是展现出这样的价值 对吧 展现出这样的价值 当尼奥拼命去跑的时候 当电脑人抓住他 开枪打死他的时候 这是影片的高潮 里面阐述了什么样的价值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 那女主角在另外一面 表达了他的爱意 表达了人情的 导演用人情的一面 去阐述着人间的爱的这种概念 他的力量 这是为了人能看懂 其实这里面 他在阐述着生命的概念 有人讲生命的呼唤 你可以这么说 他是阐述着生命的概念 这种生命的概念 给另外一边 已经死去的尼奥与力量 就与火重生了 这是电影当中 他人情化 人性化的描写 而真正如果你放到 我们以为的那种环境 如果潜在的修炼的一种 我个人潜在的理解的话 只有人的这边死 才会使得他神的那边生 上天堂 其实是有着这概念的 对吧 人死了上天堂 佛家说的涅槃的彼岸 有着同样的概念 只有彻底的抛弃人 抛弃人的身体 抛弃人的一切 他才会有新的生命的再生 和新的生命的出现 这新的生命 是与他的灵魂 融为一体的生命 这个时候 他就变成了无所不能了 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 直到我们就聊天了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人死了 但是他真正的生命活了 摆脱了人的观念的一切 摆脱了与电脑人同在的世界的物质化的一切 他超越了 他升华了 所以影片里看到的这个场面 对吧 当他你要再站起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全新的人 他可以看明白电脑人是谁 他透过看电脑人 他就看到了母体本身 这是影片的最高处 这是真正 其实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揭示了人升华的过程 人的境界 生命的形式的转变 所以当他完全超越出来之后 冲到电脑人的身体里面 当把电脑人解体的时候 就把母体解体了 这是我说为什么黑客帝国 有着拯救的概念 有着他内在当中 却揭示出传统的修炼文化 生命文化的内涵 那不一定是导演完全知道 但是他就像尼奥本身一样 就觉得应该这么做 就觉得应该这么写 一句话 尼奥到最后修成 修成正果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